大家好,我就是网络传说深山哥 最近我收到很多粉丝发给我的私信或留言 他们说他们希望能够收藏一些硬币 问我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建议给他们 以及收藏什么样的硬币 收藏价值最高,以后最值钱了 因为涉及到的数目太多 我就不一一在这一期节目中说了 我这一期的节目最主要只说的是两分钱 两分钱到底哪一个年份最值钱呢 好,我们先来说那些不太值钱的 也就是在1975年之前的硬币呢 收藏价值大概是两元到三元 那1975年以后呢 两分钱收藏价值也就是大概是三到五元 那哪个硬币在之前呢 当然了,前段时间我也跟我的朋友交流过了 一个是关门币,也就是1992年的两分钱 这个数目前段时间已经达到了60元 还有一个是1980年的两分钱 应该达到了400多元前段时间 现在或许会更高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好兄弟 专业收藏价币的是怎么说的 那么只有两个年份的会比较特利 比如1992年的两分硬币 因为是关门币 所以价值高达了60元 而1980年的两分硬币价值则非常之高 市场上高达400元涨幅是达到了2万倍 怎么样 他说的价钱是前段时间的价钱了 但现在的呢可能还会再宅 所以大家可不要忘记了 两分钱重点就两个 一个是1992,一个是1980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要是大家觉得有用 就赶紧分享给你的亲人和朋友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哦